民国55年高雄加工出口区成立 不仅是我国第一个加工出口区 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加工出口区 在当时国家财政困难 外汇短缺 又缺乏工业发展技术的背景下 加工出口区的出现 为台湾的经济 发展带来希望 如今 历经半世纪的耕耘 加工区 从早期的低阶传统产业 逐步升级转型 引进技术 资本密集的高科技产业 并依各园区特色 形成电子 光学 面板及软体设计的高科技产业群聚 今年 适逢加工出口区建成50周年 50周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随着产业不断变迁 加工出口区管理处 扮演园区管理者的角色 也因与时俱进 因此 在今年一系列的论坛中 以邀请施延翔前部长的专题讲座 揭开序幕 在这次的座谈会中 施延翔前部长 以台湾产业园区升级转型之路为主题 与加工区工会 南部工业区厂联会 园区事业主管及加工处同仁 进行深度的讨论 为园区未来的发展 激荡新思维 关键是与时举及 因为像在做我们的企业 做了很久 我们要做长青的企业 你要继续长青 要继续evergreen的话 你不再不断地去改革 不再去创新 分明革新 比较可能 刚才讲的 在台湾 在台湾是开支善业造型 小公司不能改 只要接受竞争 这个决心不能断 各位都有 讲订单 跟客户维持往来 开发新产品 基础都在做 这是不变的 产品可以改 市场可以改 技术都可以改 独猎可以变动 但是这个决心 跟这个 把这个决心 执行下去的意义 是要好好去掌握住 近年来 由于地方自治自主意识高涨 都市发展 冲击原油产业聚落 更凸显沟通合作的重要 一定要跟地方政府 好好地 一定要这种 自主性强 看好 很强烈 太像主宝的东西 大大的想法 高市政府 和高市政府的想法 跟我们原器厂商 跟原器官方的不尽的一样 这会怎么导致 共同的社会性出来 是我们必须要学习 但是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怎么来处理 计刃原理器的问题 困难度相对不相对 因为它刷球是我们的问题 最后 施研翔前部长 期许原区管理者 应该坚持做对的事 虽然困难 仍应面对挑战 积极创新 擦亮加工区 经济先锋的招牌 持续破话 符合外界期待的 经济创新模式 代理原区潮 活力幸福发展